欢迎收看金领天下ETF00940 雪在愚人节挂牌 结果在今天还真的就破发了 而且它的十大成分股是全军覆没 都是出现了下跌的情况 到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还可以安心续棒吗 或者是真的是要卖出了 另外台积电在台湾设厂 现在是遍地开花 那么现在法案金领预估说 台积电今年的资本支出 预估上修的幅度可能会超过7% 另外南韩现在通膨压力真的非常的沉重 在三月份可能是会连续两个月都飙破3% 现在点一人份的炸鸡 如果加外送费的话 可能就要花掉台币大概800块钱 那么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 现在在韩国最流行的宠物 竟然像是养石头 不仅会帮石头来取名字 甚至还会帮石头打扮 中国大陆经济不景气 有很多科技公司现在压力很大 为了节省成本 现在推出了所谓共享员工 真的可以节省成本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你邀请到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前基金经理人温建勋 谁好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王兆丽 谁好大家好 荆州刊副总组笔段施杰 大家好 威良看到00940 选在愚人节挂牌 今天竟然真的就破发了 我想这个当然背负了 相信差不多有70万名股东的期待 当然很多人是希望说 这个IPO好像应该一挂牌之后 会有所谓蜜月行情 我们必须要郑重声明 绝无此事 其实股票有所谓的 可能挂牌后的蜜月行情 可是ETF并没有所谓的蜜月行情存在 它完完全全就是要去看 它旗下的成分股的表现 那以009事情来说 它只有50档成分股 其实从之前募集完毕之后 陆续进场 大家也看到 这个包括前10大成分股 或者说市场所猜测的一些 其他的成分股 好像这段时间股价是跌多涨少 所以今天挂牌以后 破发我觉得应该也是在预料之内 那只不过在于 因为这一次有高达70万名股东 这个人数真的非常多 那我们常说一句话 这个所谓的数多必有枯枝 那下一句是人多必有无资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代表说有一些真的是 ETF市场的所谓新手 也就是小白 第一次来参与申购 不仅是第一次买高股息ETF 而且他是第一次参与IPO 所以潮越犯了 我刚才所讲这个错误 以为说IPO一定有所谓的蜜月行情 或者说一定是有10元保底 不会跌破这个所谓的募集发行价 其实都完全是错误的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 因为一开盘没多久 10分钟左右就已经爆量20万张 所以看起来 当然也有很多所谓的短线客 就干脆 下车了嘛 有点就是任赔出场了 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因为很紧张 当然也不排除 这当中可能有一些忠实户 乃至于大户 当初的申购 完全就是帮营业员做业绩的 因为我听到身边就蛮多 帮营业员就一出手 就是买个以千万为单位的 这个投资申购 所以其实这些大户 反正平常他随便操作 那个赚钱的部位都相当多 所以不太在乎 那无论如何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 其实经过了今天大量换手过后 其实让整个ETF市场 慢慢恢复他既有的秩序 因为00940 毕竟他是一个高股息ETF 其实过去我们所讲的 每一个高股息ETF 大部分时间拉长来看 大家都能够有丰功伟业 有很好的绩效 因为其实高股息本来就是适合在以 纯股为主轴的投资策略 那你一定是需要用时间来灌溉他 慢慢去发展他的绩效表现 那比如说我们就以最著名的两党 高股息的资深大学长 第一个是迈入第17年的0056 这够久了 其实当初他是以25块钱发行的 然后在2007年12月26号挂牌 07年末 所以大家马上想到什么 他挂牌不久后遇到什么 金融海啸 金融海啸嘛 所以其实他有没有办法 这个继续涨 当然不可能 也是要跟着去表现他的一个股价修正 所以事实上 他不但是什么破发 他还腰斩了 他跌到11.73元 所以包括0056这么支优的 他们也过去曾经破发过 对 这就是重点 我们要讲的就是 这个其实有时候都是一个过程 当然今天大家拿他成立以来的 累计的总绩效 我们把席值也还原之后 赚了271% 大家都鼓掌 好棒 可是你不要忘记 当初参与IPO申购的人 他也都经历过这一段过程 那你说这是偶尔出现的一个少数特例吗 不是00878 这是高股息里面第二资深的学长 因为他也成立了快要四年了 2020年7月成立了 当初15块钱价格发行的 2020年看起来也是时运不济 马上就遇到COVID-19 疫情 所以他也是破发 来到14.2 但是最高也涨到22.89 目前也准备要挑战历史新高 所以累计起来 也有将近八成的报酬率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认为 其实投资高股息 重点不在于 他挂牌之后的一天 乃至于一周或短时间的表现 而是在于 如果你认同他的选股策略 那你有本身 也在为自己的长期的资金规划 做存股累积部位的话 我觉得其实定期定额 或者说你分批加码 倒是一个蛮好的策略 所以不要看到00940 说在今天一挂牌 马上就破发就觉得好 担心刚威良 但我们看到包括在现在 大家觉得表现非常好 005600878 在发行以来 其实也都曾经破发过 不过现在还原他的席指之后 总报酬率其实都是很好的 另外我要再请教威良 现在国内五大ETF的这个发行商 他们也发表全球的一个展望 对于第二季的投资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好 那一般进入第二季 随着所谓的作梦行情结束 甚至包括第一季 季底的法人作战行情 也告一个段落 通常如果股市是在相对高位阶 回档修正的几率是比较高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决定 绝对的 但是就是以相对过往的历史经历来看 可能四五六月 整个股市的行情会比较清淡一点 甚至做拉回 所以我们参考几大投信的 投资建议来说的话 这当中其实有一些共通点 益中有投 比如说我们看到以元大投信来说 建议大家标的里面 就有高股息ETF 那另外国泰也有高股息ETF 群益也建议高股息ETF 那另外像中信也建议了高股息ETF 所以五家投资机构里面 四家都建议投资相对 这个防御性会比较高 波动性比较低的高股息ETF 那当然还有更保守的 我们进一步 我们看到像元大部分 也有建议美债 那国泰的部分 也有建议债券 那群益也有建议债券 富邦也有建议债券 那中国信托也建议债券 原来 五家都看好美债 一致通过了 所以看来 大家认为的确美债 如果你前面 已经有建立一些基本部位的人 还想加码 还没有买好买满的 应该可以趁这个机会 那当然空手的人 也千万不要错过 2024年准备要降息的 美债送分体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最近 应该又有一些法人机构 乃至于大户 持续开始加码美债 因为债券ETF 其实他们也有很多档 规模都已经突破千亿元了 包括现在规模最大 已经要挑战2000亿元 就是00679B 已经来到1900多亿元 那后面另外还有六档 这总计加起来 七档债券ETF其实都是超过千亿规模的 那我认为这些债券ETF 都可以纳入你的投资配置 但是大家其实在选标的的时候 不需要太重复 你大概就掌握几个重点 第一个来看 你看名称大概就会知道 它是属于政府所发的公债 还是属于企业所发的公司债 或者说像这个银行所发的 叫做金融债 你大概看名称可以分辨出来 那当然政府所发的一定是信用等级特别高 相对来说它的配息殖利率 会稍微低一些些 那另外来看的话 第二个重点就是在于 所谓的存续期间 那我们先讲结论就是说 存续期间如果越长 那接下来一旦年准会 假如最快在六月份开始降息 下半年持续降的话 那么每降息一个百分点 债券价格会涨多少 就是看存续期间 比如说存续期间 如果是十年的话 那降息一% 就是债券价格会涨10% 同理如果存续期间15年 那债券就会在降息的时候 每一%它就上涨15% 所以我们来看 最近如果以美国的 公债殖利率来说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假设以过去六个月的表现来说 两年期是下跌了45.3个BPS 就是BPS就是0.01% 就代表每一个基点 那如果是以30年期来讲的话 是跌34.1% 那因为殖利率开始下跌 就代表债券价格已经开始上涨 那原本如果时间拉长到六个月为周期 做观察的时候 会发现两年期的债券价格 是涨得比30年期多 所以难怪前一段时间 巴菲特有公告他的投资部位 大部分的资金 他拿去买了美债 而且他买的是短债 因为在一开始预期要降息的时候 可能短债的这个殖利率 他会先开始下滑 会下滑的比较明显 然后短债的价格会先涨 涨的比较多 可是如果接下来等到越接近六月份 年准会真正开始启动降息之后 那事实上长债 他的价格的变化幅度 会有于短债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如果你是看好 接下来降息要赚资本利率的话 买长债会更好 所以我们在把目光就聚焦在 果不其然 如果以过去这一周来说 其实不论是长短天期的殖利率 都是下跌的 也就代表说 短期的债券价格涨 长期的债券价格也在涨 谁涨得多 就看谁的殖利率跌比较多 那这边可以发现 以三十年期来说 是跌了十点三个BPS 那十年期是跌了八点三个BPS 相对而言 比较短的两年期 只跌了三点四个BPS 所以这个时候的确 长债的价格表现 已经越来越强了 因此建议就是说 如果第二季 大家担心股市会有一些 高涨震荡的风险的话 这时候 你可以开始逢低 加码一些高股CTF 甚至就是投资的受问题 债券ETF 应该也是一定要纳入投资组合 刚完两代我们看到 是在投信 对于第二季的 这个投资的建议 还是包括在台股 高股息的ETF 以及在日股ETF 还有在美债的部分 都可以留意 不过我们说到 台股在第一季静阳 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高股息ETF 有这些资金活水的溢柱之外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来自于 在台积电的拉台 我们要请教赵丽 台积电现在真的是遍地开花 一直都在设场 那么如果现在也传出说 他们的资本支出将会上锈 而且幅度还不小 加总起来的话 在今年可能会有近兆台币 对 没错 我想第一季 你可以看到今年1月份以来 指数的低点 大概是在17,150点 涨到现在刚好来到20222 你知道20222点 总共大概涨了18% 涨幅大概18% 指数大概涨了3000点 台积电它换算起来的话 就涨幅高达50%以上 就是跟指数来讲 它大概涨了1600多点 你知道吗 贡献指数 3000点里面有1600多点 都是台积电 台积电的功劳 对 没错 好 所以台积电重不重要 台积电当然是非常 太重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台积电在4月18号 它要举办法说 当然法说会之前 我想外资等等 或者国内的 这一些券商的法人 其实都会对台积电 问很多的问题 问很多的问题不外乎几个 第一个就是AI占它的比重多高 第二个就是今年的 展望到底是如何 第三个重要的 就是资本支出会不会扩大 我想大概是这样 其他当然毛利率等等这些 我们先讲资本支出的部分 其实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些量产的时间就好了 你就知道 你看有的2025年 对不对 有的2024年下半年 有的2027年 然后日本又要扩廠 台湾也一堆厂 又准备又要盖 所以你说它的资本支出 在今年或明年 怎么可能会少 肯定相对上来讲会蛮多的 再加上一些新进制程 比如Cohors等等这些 所以台积电 它当然是护国神山 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的资本支出来讲 我觉得理论上而言 它当然会上调 因为不管是新建的厂房 或者是这一些的机器设备 Cohors等等 所以法人先预估 今年的资本支出来讲 会上调到300到340亿美元 那调幅来讲的话 超过7% 真的调很多 没错 大概是史上次高 搞不好明年就史上新高了 搞不好今年也有可能 我的意思就是好 在这样的架构之下 你可以发现 台积电的供应链怎样 先涨一些 比如说基础建设的 你看那些做无城市的 汉塘的股价也飙翻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台积电扩厂 你扩厂一定要用那些设备 所以设备商就语路復展 就是你看一下 其实它涨 它真的是有逻辑 从形容一些基础建设的 你盖厂房 盖无城市 然后之后拉设备 设备完了之后量产之后耗材 周边的零组建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一块 4月18号即将要举行 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目前预估第二季的 营收来讲的话 大概可以计真5到7%的一个水准 当然毛利率来讲 有可能会受到折旧 因为厂房盖得太多 当然它会产生一些 设备也一样会产生折旧 电价有可能会使它的毛利率 稍微的不如市场的预期 不过第二季营收气增5到7% 其实说真的是不错的 所以有外资认为 它假如以价值销售的部分 就是说因为它的折旧费用 越来越高 不管是先进制成的部分 甚至成熟制成的部分来讲 它假如可以调高价格的话 对台积电当然非常的有利 所以它认为乐观 假如成熟制成也可以调得起来价格 它认为乐观 可以看到1080 所以真的台积电 有机会迎接它的千元时代 我觉得应该是说短线上来讲 当然不太可能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等一下短线上你要看什么 知情人士当然台积电 因为它既然是护国神山 所以你看日本 美国等等 其实对台积电都非常的重视 所以台积电跟日本九州大学 它形成了所谓的备忘录 合作备忘录 他们要去培育一些相关的人才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我先跟大家报告 现在全球市值最大的 就是麦克朗普的部分 麦克朗普的股价 其实它跟AI当然有关 你看一下它的线型 是不是也是整理 对不对 第三大的是NVIDIA部分 第二大是Apple 第三大你看一下 挥打是收尾程度 真的非常大的 它的股价是不是也是整理 AMD因为市值就小了 所以这个关系就相对上来讲 没那么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股价就出现回档 就涨多之后回档 你再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你有没有发现 跟市值最大的微软 跟市值第三大的NVIDIA 其实它的线型大概是差不多 台积电现在的市值 大概是全球第十大 有时候第八大 有时候第十大 以上周五来讲 大概是第十大 股价都这样 好 我跟大家报告 台积电假如要涨 短时间要涨 肯定一定是靠NVIDIA 跟Microsoft 去创高 带动它 假如是它自己本身要涨 肯定要等待它的法 所会对未来的展望 真的释出很乐观的一个讯息 所以我觉得现在 到4月18号法所会之前 台积电基本上 也没有法人想会去动 因为你看这种现实 除非他们两个的股价 真的也可以往上拉 不然的话台积电大概就是一个 整理的一个架构好 重点来了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来讲 刚刚有提到 设备股可以一起同乐 对 它是一个轮动的架构 你要先想 大盘现在的成交上重始今天 还有3500亿 虽然从5700多亿降到3500 可是还是有量 大型的股票这个地方 因为大家担心指数 真的1月份到现在 低点到现在涨了18% 会怕大型股会不会 就是怕指数拉回 当然就会担心大型股 会不会拉回 中小型股的部分来讲 反而它是有利 因为3000多亿的量 业内内支的部分 肯定在去操作这些的股票 它比较好控制 它的一个筹码好 我跟大家报告 你比如说像星云好了 也跟Cores设备有关 2月的营收连续三个月创新高 股价真的是很强 2月营收都创历史新高 工作天数那么少 所以你看它的股价 就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架构 这也是Cores相关 2月农历年 工作天数那么少 它也可以创历史新高 所以大家对它满有期待的 均华跟均豪的部分来讲 你看一下也是Cores相关 你看上周五的法说会完之后 均华的股价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 均豪的股价也离历史新高 也近在咫尺 这个都是Cores设备的 刚刚提到无城市设备 然后慢慢的当然就是耗财 你看一下森阳办的部分 我跟大家报告 强将手下吴若斌 大家聊一下我的意思 因为这个都是他的副爸爸 那副爸爸这么强的状况之下 四相关他当然是有机会 不管是栽生金融 或者是Cores的一个部分 我想这一块当然也可以留意 另外的加登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股价来讲的话 这个是所谓的光照盒 跟金元盒的部分 你看他的现行 其实他也又快创下 历史新高的水准 当然因为他的一个 所谓光照盒的部分来讲 台厂的部分 大概是百分之百 那他的一个金元传递盒的部分 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一个市占率也非常高 所以你看他的股价来讲 也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强的 就是说这些相对上来讲 就是属于周边领主线的部分 就是说这些涨完大涨之后 会拉抬这些的股票 另外的 你比如说像光照好了 光照也很厉害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他要切进所谓的 矽光值的一个领域 因为前一阵子 他有投资所谓的光环 那光环的部分来讲 当然有就是说光纤 矽光值等等这一些的一个题材 另外的 他持有光环 你看一下 1.35万张 成本是30.4 收盘价38.7 持有全有3.82 3.82万张 成本14.9 收盘价24.8 其实这个 其实他投资真的满厉害的 你看他的一个收盘价 都比他的成本来得高很多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母一子归 母一子归 当你所谓的一个转投资的 这些公司的价值 水涨船高的话 当然对母公司的部分 也是正面的 好 我们再紧张赵丽 现在盘面上比较低基期 还有补涨行情 是不是还有被动元件 对 没错 我刚刚提到的 其实现在的选股逻辑 你真的要往股价位阶低的去 然后具备题材 刚刚提到的是这样 另外一个 其实你可以发现 被动元件也是相同的状况 其实国际的一个法说 他也讲了 大概第二季就开始会慢慢的上来 其实有些被动元件 你不要忽略了 去年的EPS 其实它是比前一年成长的 只是大家的焦点 也没有在被动元件上好 我跟大家要报告 被动元件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不管是AI伺服器等等 其实它用到被动元件的量 它会更多 被动元件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被动元件分很多的种类 其实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其实我跟大家要报告 是电感 中高阶的电感是最缺的 所以你看到最近股价 你假如说用最近三个月来看好了 其实你去自己搜寻好了 电感的 在被动元件里面的股票 都比其他的MLCC等等这些 来得强势太多了 这一次辉打他们发表 号称是地表最强的AI晶片 它就会让被动元件的电感的需求量 用量要标准 你看用量 Blakeway的部分来讲的话 用量会标准2到3倍 你看一下量上来之后 它的单价会比一般的高 所以你看到这个层数的效果 当然是大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过 其实被动元件的电感的部分 你要特别留意 另外的当然你比如说像 AIPC等等这些 MLCC的一个用量当然都会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股价的部分 其实你看一下 大家耳熟能详2 3H的国具 你有没有发现 股价就这样 你看一下好像打底完成 然后突然之间慢慢的上来 就拉一根红棒 这个龙头 龙头的都已经先行了你知道吗 第二档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华星科好了 这个在今天还没拉到之前 大家也是看它 好像没什么感觉你知道吗 好像有底部可是不太确立 结果今天拉起来之后 好像真的底部确定了 对不对 它也是华星集团的股票 我想股价来讲的话也有机会 另外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电感 台信科 3357的台信科的部分 它的法术会它也讲 打入AI伺服器车用 DDR5 电感的一个新品它会放量 另外它持有玉邦的部分 其实玉邦的股价也创新高 所以它也模一只贵你知道吗 然后server 这些AI的应用 所以这个我跟大家报道 这个是所谓的除息 你看上礼拜有除息 今天就马上填息了 你说你把它还原权子 这个离新高也非常的一个劲 雷克的部分来讲 它也是被动元件 当然它跟Core Wars 相对上来讲有关 所以它有一些提材性 你看一下它的股价 也创下波段性高 所以我觉得其实被动元件 它也会就短波段而言 它也会慢慢的热起来的 好 刚刚赵立大我们看到是 回答在这次发表地表 最强的AI晶片的加持之下 那么被动元件是跟着受惠 当然我们说到科技股影响很大的 还有到底有没有通膨的问题 现在不只是台湾通膨问题很严重 然后请建讯带我们看 南韩现在是不是也有通膨的风暴呢 现在我们说点一份炸机 有一人份的 而且再加上外送费 竟然要台币800块钱 我们每次都说我们好想赢南韩 通膨胀我们就赢南韩了 南韩的通膨现在有多严重呢 大概就是3%以上 一般温和的通膨我们喜欢 就是1% 2% 因为它是象征经济 稳定成长的一个象征 但是超过3%以上就会有问题了 那个通膨的亮灯就开始亮了 南韩的三月份有可能会从3.1 微增加到3.2 所以你刚才讲的 韩国你会想到美食什么 第一个泡菜 第二个就是炸鸡 南韩三大的炸鸡品牌 乔村BHC跟BBQ 一份大概已经超过500块了 加上外送费如果要2 300块 所以一个你在家里面吃 就要超过大概800块钱左右 好贵 很贵对不对 那你说好吧 我在家里自己煮 苹果跟马尼薯也都很贵 根据这个统计南韩的苹果 现在一公斤要多少 台币220元 你说南韩的苹果 为什么会这么贵 全球排第一贵 南韩没有产苹果吗 我特别去查了 南韩有产苹果 南韩有产苹果 他们苹果其实还蛮好吃 而且还蛮有名 我们台湾都买得到 台湾大概 大概只要大概一半不到 就买得到 像我去市场 苹果一袋在100块钱 大概就有4颗到5颗 非常好 那你说像马铃薯跟香蕉 也是在全球排名前一前二的 所以我觉得南韩的 这个原物料的价格变这么高 不知道是不是 它的产销失衡 或者是有菜虫的问题 不然南韩自己产这么多苹果 理論上不应该这么贵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南韩最近在过年完毕之后 它本来在一般的市场 要买6500块 然后这个超市买要9000块 也是比去年 9%跟6%这么多 高麗菜一颗150块钱 像高麗菜这些主妇就很有感 所以高麗菜 不管是高麗菜 马铃薯炸鸡 都通货膨胀炸的 可以说是 有点明月四起的感觉 所以年轻人怎么办呢 赚不到钱 通货膨胀 我养宠物 我养不花钱的石头 总行了吧 好 所以现在很有名的叫做 小石头的宠物石头 把石头当宠物吗 我们要好好的 呵护它 打扮它 照顾它 请Double Tag一下这张图 你看这个石头上面 它把它带一个小帽子 旁边一个小床 然后它可以弹钢琴 它可以打电脑 它还有喝饮料 最后给它带一个小帽 才给它 它没有给它盖被子 其实可以盖被子 它还有名字 当然要你给它 你养它 大概要给它名字 就像如果说我们去 这个养狗或养猫 我们是不是要饲料 偶尔要加菜便罐头 溜出去的话 是不是偶尔要剪大便 或者叫铲食官 那石头没有这个问题 不用饲料 也不用铲食 对 所以非常的好 这都是大家在压力很大底下 穷极无聊的养石头 你讲到穷极无聊 就是南韩它是2022年 全亚洲工时最高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除了养石头 最近南韩还发明一个什么 叫做发呆大会 就大家来比赛发呆不能动 看谁比较这个厉害会发呆 结果四千个南韩人在报名 所以你看南韩的情况变成这样 非常的有趣 好 虽然他们现在通膨压力很大 但他们其实在网路上消费的实力 还是蛮强的 南韩的人口大概是五千一百万左右 但是他如果说以这个电商的市场的话 在全球他只有落后像是美中 然后还有像是日本 英国 但这些国家其实人口都是破亿的 所以像是连阿里巴巴 现在都要到南韩去攻城略地 所以我们这一趴要讲的是 阿里巴巴进攻阿里郎的故事 因为淘宝的终端的售价 就是很多制造业的净价成本甚至不到 那你怎么跟他竞争 那如果现在低价商品入侵的话 南韩的企业会不会更雪上加霜 那就惨了 你看我们举个例子 南韩有一个玩具制造商 最近涨了减产百分之五十 他说为什么 他价格不到我们的一半 所以根本无法竞争 所以工厂都要倒闭 所以遇到了很多淘宝 都是没有救的情况 南韩的关税厅他也说 从中国的跨境电商的金额 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八 所以以前这个跨境电商 都没有关税的这个保护 所以就变成说 淘宝就大蜡的直接 进入了南韩市场 也打击了他们的这个 南韩的制造业 好 刚刚建讯 带我们看到现在南韩的情况 我们现在回到国内要来关心 就是老字号的家电厂 申宝 申宝现在代理了日本的餐饮 连锁品牌 我们要请教副总竹笔 建军餐饮业的背后 它其实更大的目的 是要抢高龄的商机 对 我们知道 申宝已经成立了88年 算是一家老店 它的家电 是陪着我们长大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环境竞争非常的激烈 就是变化得很快 所以这些传统的大厂 他们也在想说 我要怎么样来转型 像他们的总裁 陈胜婷就说 申宝未来就会慢慢走向 生活服务产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像 如果说高科技的话 其实他们已经落后别人很多了 你再去投入 其实也没有办法跟别人竞争 不如就运用别人的 这些高科技技术 来专注在提升服务上面 比如说2019年 其实他们就跟日方合作 就跨足了餐饮产业 就是说申宝出资亿元 然后日方帮他们设计菜单 还有培训人员等等 那就开了第一家门市 但是没有多久就遇上疫情 这个营业额当然就直接砍半 不过虽然是餐饮门外汉 这个陈胜田并没有气馁 他说做事业哪有在灰心的 对不对 事业没有三五年 怎么会成功 所以看得出来江海是老的辣 我们知道 其实他要跨入的另外一个领域 就是乐林宅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蛮夯的 对不对 因为现在这个成人的子尿布 都已经超过婴儿的子尿布了 而且台湾明年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 对对 所以这个老龄商机 特别受到这个竹木 大家很多投入这个养生村等等 那他的这个菊青春 就在这个新北市土城 在去年正式的动工了 他大概有116间房 然后只租不卖 那预计可能后年会开始营运 那其实陈胜田就说 这个枫叶从绿色 要转到橘红色的时候 其实是最漂亮的 他觉得他希望说 这些老人家营法族 其实也能够为自己活得精彩 那他说很多人都跟他一样 25岁以前都在念书 25岁到60岁都在拼命工作 照顾家庭 那什么时候才有真正为自己想 对不对 所以现在不想 将来就会那个 那再来的话 他这个入住的条件60岁以上 然后规划15坪到30坪的套房 那他们估月租金可能要6到10万 其实不便宜 他是供这个顶级的 那其实这个外面的人就觉得说 其实硬体并不是最重要 你要提供给这些顶级的高龄族 什么服务 对不对 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 那当然像一些什么 生活秘书 然后合作这个私人的旅游行程 举办生日宴会等等 那当然回过头来 这个申宝做的是家电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个家电 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他们可能就要打造一些 这些热灵的加点 比如说遥控器这个字就不能太小 对不对 要很大 然后操作功能不要太复杂 那或者说洗衣机 你就不需要弯腰 就可以操作 就是都是适合高龄者来使用的 对 所以说这个高龄化的商机 也是会受到大家的瞩目 其实除了申宝之外 现在很多比较老字号的公司 都开始要转型了 像是这个白肉鸡的这个大厂 蒲峰 蒲峰它从肉品做到电商 然后再来抢供素食的市场 那么这些一连串的转型 都是为了要求生存 对 像这个蒲峰公告 这个去年营收已经292亿元了 其实连五年营收创新高 那其实国人吃鸡肉 其实也是越吃越多 近十年来 已经从平均每年吃32公斤 增加到40公斤了 那现在我们一年 平均要吃355颗蛋 是不是相当于 一点就吃掉一颗蛋了 那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台湾普风 并不是本土企业 它是泰国跟台湾混血 它的母公司 就是泰国的这个政大集团 非常有名 大家都知道 那这个董作呢 郑吴岳现在已经88岁了 对 那他是公司最大的 这个个人的股东 那他就说呢 其实他投资 从来没有失败过 发下豪雨 对不对 他说呢 除了他经验老到之外 当然很多是借重 这个海外的资源 比如说呢 像这个台湾 我们知道 像如果我们去吃炸鸡 我都说可以给我 鸡腿肉的部位 对不对 台湾人喜欢吃鸡腿 但其实很多欧美人 他们喜欢吃的是鸡胸肉 对 因为我们会觉得 鸡胸肉好像有点柴 柴 对 但是呢 他就发现 这个泰国母公司 出口了很多这个鸡胸肉 到日本 然后为什么呢 他们就发现说 原来是这个日本的女性 他们为了这个追求健康 他们都把这个高蛋白 但是低脂的这个鸡胸肉 当成这个减肥的盛品 所以就跟泰国 订了很多的这个鸡胸肉 所以这个浦峰 发现了这个商机 他就马上也如法炮制 那他推出了这个 即时鸡胸肉 那一个月就卖出了 超过12万片的好成鸡 那后来当然又增加 一些选择性 那银额也随之上涨 那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郑五月 在早年 刚接下这个浦峰集团的时候 这个浦峰的股价 带走个位数 因为当时呢 他这个饲料就占了七成 超过七成 那但是呢 他就把这个超过七成 然后他就因此呢 把这个 他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到现在呢 浦峰都还是追寻的这个原则 就是说没有投入 你就没有未来 所以包括像他 去年就投入了20亿在扩产 从这个饲料 然后养殖 分切 然后通入电商 通通都一条龙 那我们知道这个 从头做到尾的好处 其实就是说 你的成本会降低 利润会更高 那其实在浦峰里面 也有这个一个说法就是 如果你是做饲料的话 你就是高中班 然后如果你做这个养鸡 你就是这个大学班 大学 对 那肉品加工呢 你就是硕士班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越贴近消费者 挑战就越大 因为你要随时迎合这个 市场的口味变化 那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 这个即食鸡胸肉 或者说这个蛋类加工产品 欧姆蛋 玉子烧等等 所以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这个进步 那当然呢 现在企业要转型 对不对 那做鸡肉它变成要做什么肉 做植物肉 那当然就是因为台湾 术食的人口很多 然后搭上植物肉的话题 其实不只是捕风 包括这个大臣 他也在这个积极的研发当中 那其实我们知道台湾吃素的人很多嘛 吃素300多万人都吃素 对 那植物肉原本就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那台湾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目前呢 这个树肉主要的来源是大豆嘛 那大豆我们知道 也是捕风很熟悉的 这个大宗的物资品项 那所以说呢 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研发这个植物肉 那所以看得出来 这些传统的大厂 其实这个经营者都还站在第一线 然后很拼很努力 好 先休息一下 稍要来看 中国大陆现在因为经济不好 很多科技公司 他们压力都很大 这样还推出所谓这个共享员工 真的可以省下成本吗 先休息一下 稍要了解